這個章節我們要講的是 CAMTCHA它在存檔的時候會存成什麼樣的檔案格式 然後要怎麼樣分辨它的存檔方式 首先我把它錄製我現在的電腦螢幕畫面 然後這螢幕畫面錄製完畢之後 譬如說我是在做Photoshop的教學 教學完畢之後我把它按F10 結束的時候我們上F10的快速鍵結束 那結束的時候它就會出現這個畫面 這個畫面就會問你說我要Save and Edit 我要儲存到哪邊 我要儲存到哪裡去 這一個按鈕 那你按下這個Save and Edit之後 你就會跳到下一個畫面就是這個畫面 它要問你檔名要取什麼 然後副檔名就是CAMREC 就是這個錄影的影片檔要存在哪裡 這個你可以去選擇你要的入鏡 像我之前存的這些都是影片檔 錄製的時候的影片檔 然後下一步呢 你自己更改名稱之後 更改你的檔名之後 像我這個檔名是F10之後 然後再下一步 你就會出現比例 它會告訴你說 這個影片檔我已經存檔存好了 而且我也直接丟進了這個CAMTEXIA 這個編輯畫面裡頭的素材區裡面 那它會自動幫你丟到這個時間 timeline裡面 這個時間軸裡面 那預設其實會放在最前面 那這是因為我的這個時間軸的游標 落在後面 所以它會放在游標的這個地方 游標的第一個地方 那這邊主要就是選擇你的dimension 就是這個影片的尺寸 你進來的時候要放多大的區塊 然後一般我都會去選擇 建議啦 一般我都會去選擇這個 並不是說一定要1280x800 而是說我是去選擇 依照我自己的 給大家看一下 它這邊有個選擇就是 recording dimensions 就是說你的螢幕大小是多少 那你就選擇這個就對了 recording dimensions 就是你錄影的時候這個尺寸是大小 那就是多少 那因為我的筆電的螢幕大小 是1280x800 所以我的recording dimensions 也是1280x800 如果你的電腦是 比較大螢幕的桌上 機型的電腦的話 這邊可能會到14多 1400多的pixel 的像素會比較大 我選擇這個recording dimensions 所以是1280x800 這是因為我的筆電的關係 好 這樣子按ok之後 我們就回到 contentia的編輯畫面來 按ok之後 它就會存到 你的這個編輯畫面的素材區裡頭 而且把它放在你的這個淘欄裡面 那這個副檔名 CAMREC 這個副檔名的檔案 我們就把它想成是MP4 或者是AVI 等等的影片檔案 只是說這個CAMREC 這個檔案格式是專屬於 CAMTEXIA Studio這套軟體 它專屬的 影片檔案格式 那所以呢 我們 等一下還會再儲存 另一個叫做專案 這邊有一個Safe Project 這個專案 和剛剛儲存的這個影片 這是不同的兩個東西 那這邊 有些朋友會搞不清楚 到底這兩個儲存代表的意思是什麼 所以剛剛我們 這個副檔名 CAMREC 這個是 剛剛的這個錄影軟體 這個錄影軟體 錄影完畢後所儲存的影片 那 CAMTEXIA Studio這本身的編輯軟體 這有分兩個程式 這個紅點點的 是錄影軟體 那這個CAMTEXIA Studio這本身編輯軟體 這是兩個不同的程式 那這邊 那這邊 目前開啟的 這個CAMTEXIA Studio的編輯軟體 的file 這邊的Safe Project 這個Project的意思是 你可以 去儲存 你可以去儲存 這整個 編輯出來的 編輯出來的結果 但還沒有匯出成影片 還沒有匯出成影片 那它的副檔名 就是CAMPROJ 就是CAMTEXIA Project的編輯 那剛剛這個是CAMREC的影片 這個是CAMTEXIA Record REC就是錄影的意思 的編輯 那 我們看一下 如果 因為目前裡面只有一個影片 就是我們剛剛錄製的這段影片 那我們這段影片可能 不夠 還沒有完成我們的編輯 所以我們在Import Media 就是在輸入其他影片 那你可以看一下 我再把其他影片叫進來 比如說我要把圖片照片叫進來 或者是把MP4影片叫進來都可以 我先把一張照片叫進來 然後按住CTRL 然後按住CTRL MP4影片叫進來 然後開啟 這時候它就會把它匯到我的素材區 這CLIP BEAN CLIP BEAN的這個素材區 這邊IMAGE 就是放照片的地方 這個VIDEO就是放影片的素材區 然後呢 這個時候 如果 我們去 儲存 專案的話 我們可以Save Project 我們儲存這個專案 儲存一下 那這個專案呢 我把它命一個名字 專案的名字叫 好 就是F10之後好了 F10就是 這是錄影存檔之後要編輯的動作 就是結束的 F10是結束的動作 結束錄影的動作 然後就會 按儲存之後 跳到這個畫面來 所以我們按 命名這個專案叫F10之後的編輯 編輯 好 副檔名就是 CAMPROJ 存檔 那這個 專案呢 就 完成了儲存 那完成儲存之後呢 這個Project的主要儲存的目的是說 下次我們還要在編輯的時候 它就是一個專案的原始檔 也就是說你下次再打開檔案的時候 它就會出現這些被你輸入的檔案 這個素材庫就會有這些東西 然後呢 時間軸就是你已經放進來的這些元素 那我們之前有教過 如果你要整個輸出的話 是produce and share 它是輸出成mp4的單一影片檔案 那個單一影片檔案就是說 這個時間軸啊 譬如說我這個影片 我這個照片拉到時間走來 放大一點 還有這個影片也拉到時間走來 好 那這個播放走我們看一下 好播放 我在1997年的時候退伍 經歷了新 好 那 我們再把它 Save Project 儲存一次 因為剛剛已經選過路徑了 所以這次按儲存就會直接存到剛剛的路徑 然後這時候呢 我們在 我們故意把它關掉 把這個CAMTESHA的軟體關掉 好 那 下次我們再把這個CAMTESHA的軟體打開的時候 把它打開看一下 好 注意這是8.1版本喔 8.1版本才有那個綠色去背的功能 好 它會提醒你說8.1.2版本已經出來了 可以update 好 這一個新開的CAMTESHA的畫面 那這時候我們把 剛剛的專案打開 好 Open Project 打開 去選取剛剛的那個專案 F10之後 好這個 F10之後的編輯 可以 這個 打開 點兩下把它打開 好 有沒有 它就會出現 剛剛的這些素材 好 剛剛的這些素材 好 你要等它一下 那 這個專案的素材喔 你有沒有想過這個專案的素材 它是放在哪裡 好 它這個素材其實喔 這個專案它只 它只是 它只是 把這些素材的路徑記錄下來而已 所以這個專案本身並不大 好 這個專案的檔案 就是說這個 setProject 這個檔案啊 這個檔案其實不大 好 因為它只是紀錄了這個素材的來源 放在哪個資料夾裡面 然後還有去紀錄你目前編輯的這個進度 剪接的這個進度 就這樣子而已 好 所以我們可以去看一下 這個專案的素材擺在哪裡 F10之後的編輯 好我們看一下這邊 大小 其實只有19.7K而已喔 那我們剛剛錄的那段影片呢 我們放在哪裡 我們剛剛錄的那段 影片 F10之後 點 CAMREC 這個就是它的專屬影片格式 就是我剛剛說 它跟那個AVI格式是差不多的意思的 它就是一個影片就對了 只是說它是CAMTCHA專用的影片檔 你看這個檔案就有4Mb多了 好 這個影片檔本身有4Mb多 這個F10之後的這個影片呢 就是剛剛這個地方 好 就是這個地方 就是這個影片 好 這邊有寫size嘛 好 4 4331Kb嘛 4Mb多 但是這個 這個CAMTCHA這個project 本身 剛剛看到只有13K嘛 所以這個project 本身其實檔案量是很小的 它只是記錄這個 這個路徑來源 影片來源 圖片的來源 素材庫的來源 還有你編輯的進度而已喔 所以它的檔案其實是小的 那這個 這一節主要就是在釐清說 CAMTCHA它在存檔的時候 到底 又有CAMREC的格式 又有剛剛這個project的CAMPROJ的格式 這兩個格式最大不同就是剛剛所說的 CAMREC它本身跟AVI一樣就是一個影片檔 然後CAMPROJ本身其實就是在紀錄這一整個 專案的來源 讀庫來源 影片來源 還有它的編輯進度 這是他們兩個最主要的差別 所以不要搞錯囉 那最後一步我們才是做輸出 輸出之後就是變成MP4的單一個檔案 MP4的單一個檔案 這是輸出最後的結果 好這一節主要講到這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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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